黃太,有錢不是萬能的 錢不是萬能,不過沒錢就好頭痕 預算3.5億的香港懸疑犯罪片金手指就在2023年年尾上映了 我都要等到上映後幾天才敢入場看這部電影 因為這幾一年才入場看金手指的人實在太多了 間間戲院幾乎坐爆 上映兩天,香港本地票房突破了一千萬票房 上映四天還突破一千萬票房 氣勢可以說是勢如破竹 我就不是那麼想人逼人去看 唯有過幾天才看 說回電影 金手指其中一個噱頭 就是梁朝偉和劉德華相隔20年再次合作 上一次梁朝偉和劉德華合作 就遞罪了算是香港電影的巔峰之作《無間道》 今次金手指的導演和編劇莊文強 他同樣都是《無間道》的編劇 這次世紀合體就一定吸引不少人,有一定約翔看看 大家都想看看究竟這個黃金組合 可不可以再製造多個香港電影神話 以防大家不知道《金手指》這部電影 其實是一宗發生在香港80年代真實事件改編 先講一下背景吧 金手指的故事是參考在香港一宗發生於1980年代的大型貪污和詐騙案 佳寧案 梁朝偉詩言的程一言就是佳寧案的主謀陳重青 案件過程當中,陳重青就透過大肆擴充公司業務 在幾年內打造了一個商業帝國 股價可以說晶晶日常 透過旗下公司向多家銀行借入超過10億的貸款 後來也因為香港面臨九七問題 一波金融危機就令到陳重青創辦的佳寧集團面臨倒閉 股價複值,大量股民可以說輸到底褲都倒閉 但幕後黑手陳重青就透過這段時間混了不少游泳 後來有一個劉德華飾演的角色梁啟媛的原型人物 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任朱敏健 在調查了十幾年後才終於將陳重青逮捕 調查期間都需要潮案多個國家就行調查 與其說金手指會使用低筒無間道 倒不如說金手指就是香港版的華爾街浪人 電影都是靠著股票點石成金 梁啟媛的陳一言就是靠著將加盟集團的股價炒高 然後自己就將股票當銀子那樣印 他就靠著這樣去提高公司的市值 和將這些股票當錢那麼小 去買入其他企業和物業 為什麼加盟集團的股票可以升到那麼高呢? 就是靠著幾個大戶不斷買入股票 然後高價買出來抬高價 然後當股票升到最高點的時候 他們這些大戶就去放股票 等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散戶 見到股票不斷升就以為又可以撈一波游泳 誰知道結果就是散戶始終都是散戶 你怎麼跟上面那些操盤的大戶比呢? 電影大部分時間都是用程一言的角度去看他們發即時 所以很多時候電影呈現出來的畫面 始終都是這些大戶的視覺 是如何炒作股票和物業 而而對於當時在他們炒作之下的古文就沒有任何描述 他們就分得豬頭 然後造成了什麼效果呢? 《金手指》那篇最真實的故事是涉及幾十億的詐騙和貪污 然而電影大部分時間都是流水式地說程一言如何去詐騙和發達 那就太少去講述事件背後的影響 這樣說的故事雖然的確會令整個故事變得生動 連影的爽度也很高 就好像真的看著程一言的金手指 不斷把本來一文不值的股票變成金 可惜就缺乏了帶動觀眾情緒的橋段 我們沒辦法得知這件驚天的詐騙案究竟有多震撼 我們也沒辦法得知事件究竟影響了多少人 我們唯一知道的 就只是事件涉及的金額是龐大 當然我們如今看這個數字都是非常大 但數字是好死的 如果故事當中有一個天與地的比較 會更具體突出事件背後的影響 電影雖然沒有用省戶和大陸互作對比 這就是劇情的取捨 但電影就將程一言如何利用當時英屬香港的司法制度下 不斷逃離廉政公署的檢控 電影後段劉啟員問程一言 我逮捕過你幾次 程一言說八次 都證明了這十幾年 即使廉政公署已經救了證據檢控成一言 他都可以透過各種手段去逃脫每一次的檢控 可以說由電影開始 就一直展示這位罪犯的窗狂 他是犯法,他是詐騙 但就是因為香港這個講錢的地方 講不到法治 你只要有錢,就真的可以隻手遮天 我覺得這個罪犯的狂狂 除了是劇情呈現出來之外 有一部分功勞都是靠著梁朝威的演技 他是完全喜歡程一言的窗狂認得非常好 每次見到他那種奸笑都覺得真的很入心 再搭配他在電影過程當中好像足智雙雄 程一言可以不斷逃離劉啟員的底部 就好好地呈現了當時香港背景下 有錢人是怎樣可以不斷無視法紀 有錢真的可以大了 而電影好想將程一言和劉啟員就寫成 真是好像足智雙雄裡面 李安納道和Tom Hance 又或者在暗戰中劉德華和劉青雲當中的雙雄交鋒的刺激感 但電影當中對於劉啟員的描述非常淡薄 他就只是一個純粹正義的廉政公署人員 沒有任何橋段令這個角色更立體 而電影加入劉啟員的老婆希望豐富的角色 但其實對於電影的主線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反而好像令劉啟員這個角色 變相只是為了和老婆保守 又或者增加口氣才這麼努力一直追查這件事件 不是說不行 但就令到角色一直追查15年這個原因的動機就相對較弱 和雙方交鋒的橋段都血缺火花 交鋒過程當中不斷穿插程一言的回憶 就令到每次兩個角色對峙的氛圍都堆疊不夠 還要加一段程一言找人買起劉啟員整家 其實都沒有對他們交鋒的刺激感突顯出來 唯一一次覺得有些看頭都會等到電影後面 劉啟員去總統套房找程一言 雙方才有一點對峙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要歸功於劉德華和梁朝偉的演出 才令到角色之間多了些看頭 這一點我覺得是電影比較可惜的地方 再者電影呈現香港當時紙醉金迷的感覺其實都很好 例如程一言金碧輝煌的辦公室全部都是金色 寫字樓的員工都好像機械人一樣排排棋 這個陣像是有大度那種富有的感覺給我 有例如電影中途展示各種女性的玻璃櫃 除了想展示有錢大小的感覺之外 還有都凸顯了各種金錢至上帶來的權力 電影再加插了大量程一言買空殺人的橋段 都展現了程一言當時的勢力非常龐大 所以電影當中有份跟程一言合作的角色才敢擔心她 直接都躲在外國完全不敢跟柳桂園回香港 這個就是角色的壓迫感 只要你有一點對於程一言不利 就會被她買氣 導致沒有人敢跟她作對 但就是因為電影前面對程一言都是隻手遮貼的形象 導致電影結局最後認罪的橋段帶來的衝擊太弱 雖然可以結合電影外的因素稍為過度解讀一下 電影當中程一言被判有罪的時間是1996年 然而在電影當中我們都知道廉政公署一直都夠了定罪 只是程一言透過各種手段不斷阻撞和拖延 去到1996年 程一言得知如果拖到97年回歸 就一定沒有好人知過 最後犯了那麼多罕罪的程一言 都是被判入獄三年 想想如果97後被判的結果是如何 那這裏留個念頭給大家 因為這個假設根本就不會發生 後果是怎樣大家自行判斷和猜測 整體來說其實電影都不差 但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再做得好些 例如講故事的手法可以不用太過平方的秩序 電影開頭帶到程一言的故事比較省亂 程一言由發跡去到發跡的過程太快 好像一波登天一樣 可以穿插更多的描述在其中 而令到中間的轉變不會太突然 而且最後黑仔的反轉位其實算是敗筆 電影好像想透過這個橋段去突出一種 永遠都有上層的現況 講述程一言根本就不是什麼點石成金的金手指 就只是一個幫更上層的人賺錢的白手套 那白手套就是用來比喻一個 將非法的黑錢使作合法的白錢的中間人 對比黑社會二 Jimmy仔知道永遠自己都不會做到最大粒 永遠都有人可以壓住他的感覺 金手指在這個位置就真的太陽 不過電影都可以入場看看 我相信大家都是想入場看梁朝偉和劉德華再度合作 對於我來說 再次見到這兩位同台演戲 當然是很興奮 但也覺得電影算是沒有太多空間 可以令到兩位影帝發揮 其實我是幾喜歡莊魂橋上一部的《無雙》 但這部金手指就真的令我偏失望 希望導演下一部可以延續《無雙》的成功 我之後都會做更多電影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都喜歡電影的話 又或者想知道有什麼好電影值得推介的話 都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有什麼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希望在戲院見到大家 我們見 有些朋友 有些感覺 請大家ません 勿告